中佳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迈入第四届的美丽基隆影像争选竞赛 入围名单公布了 今年首度限制参赛作品长度为一分钟 口验参赛者的创意及拍摄剪辑的功力 结果入围的20部作品让评审大为惊艳 有的影像唯美 有的剪辑方式变化万千 更有突出的戏剧中立 让评审印象深刻 现在就抢先带您来欣赏 你还没讲哦不会吧 嗯还没讲 还没讲你不是说今天要讲吗 就算讲了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养太太啊 你什么都没做然后现在讲什么下去 干嘛犹豫啊他要走了耶 他明天就要大飞机走了哦 不然他一去不回来怎么办 如果是你一定会先来去吗 当然啊 最后的机会了赶快把握好吗 从头到尾只有两位女生在雨中对话 却因为戏剧张力十足获得评审青睐 女生在跟一个叫做杨基隆的男生告白的影片 这支影片很有很有电影感 然后他从一开始到后面就很期待 很期待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所以一直到最后女生冲向一个平台的远方 那跟一个人告白一低头才知道原来基隆是那个男生的名字 所以有一个很让人家会心一笑的一个剧情 第四件美丽基隆影片摄影创作比赛影片组入围名单公布 今年首度规定参赛作品影片长度限制为一分钟 考验参赛者在短短时间的叙事能力 创意与拍摄剪辑功力 成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的评审李嘉怀就很支持这样的做法 除了提供奖金给参赛者鼓励之外 我认为基隆市政府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 就是将影片的规格定在一分钟以内 这个跟市面上的一些比赛有了市场的区隔 那一分钟的叙事能力和条件 会跟其他的片场有所不同 这除了是给参赛者的挑战以外 也可以发展更多创意的可能性 连伴世界的美丽基隆 已经成为影像创作者发挥才华的指标性平台 第二年担任评审的福尔摩沙国际电影节创办人 知名导演洪马克表示 今年参赛影片水准普遍提升 影像语言接近新媒体的风格 同时又很有电影感 让几位评审在讨论入围名单时伤透脑筋 也强调入围就是得奖 一个很特别现象就是今年很多的创作者 他的影像语言慢慢越来越接近新媒体的一个叙事方式 那但是同时又保有电影的那种说故事的一种味道 所以今年其实在整个创作的水准上 其实质感上都有大量的提升 那其中也不乏有很多很特别的作品 那所以今年在评审会议上 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讨论 就是每个评审都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大家都很用力的在交流 那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终于评选出最终的这份名单 美丽基隆影片及摄影创作比赛颁奖典礼将在11月26号下午登场 影片组部分首奖奖金12万 二奖6万元 三奖3万元 同时将选出三名优选及五名加作 还有人气奖三名 摄影组部分则选出基隆之美12名 优选5名及加作15名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佛光山极乐寺中门馆即日起展出汗墨飘香2021年 金融市教师书画会会员连展46幅作品 让信众社会人士透过美学及艺术心上 书解内心对生活工作疫情的压力与不安 提升了心灵的安定 我是小学老师退休 我喜欢带小朋友 所以我的画里面差不多都有小朋友 我本身也是个佛教徒 我今天展出这一幅诗 词掩饰众生 福聚海无量 那在这个疫情期间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像观世音一样 有一双慈悲的眼睛 那来净化这个社会 那我们所聚集的福德 会像海一样的无边无量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希望画这个洋流的菩萨 洒进这个大地 把疫情都赶走 林某那个陶庆山老师的 仿古的画画 然后他强调的是温人画 他强调笔与墨的融合计划 呈现构图的那个清雅秀丽 我这一幅心经 是用金字的 金文的字体来写的 祈求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大家能够回到平安正常的生活 每一幅创作带来了平静祥和 提升了心灵安定 还有画作加入了西元画素 画法有点中西式 也是以那个水貌为重 越来越淡 这样看起来 你就有那个深远度的关系 公笔画中 看见了层层堆叠的细腻 与作者的意志力 还有运用多元素材的创作 加入了创意 让观赏者细细品味 别有一番收获 来自26位现任或退休教师 共46幅作品 带观赏者深入 看见基隆市教师书画会坚强的实力 与为社会祈福的心意 佛光升级乐四中门馆 11月推出了汉墨飘香 引领大众进入抽象渲染 与写实公笔画的天堂 有书法 还有这个书画 教师这个书画会 他们有一句话说 喜欢把他们的作品 分享给大家 佛教人也喜欢跟大众来分享 我想借由这一次的 这个书画会的 这个展览 我想给我们这次的防疫 能够带给大众 这个心灵的沉淀 也希望透过 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能够带给大家 欢喜跟自在 这档展览 即日起至12月30号为止 欢迎民众一块来感受 汉墨飘香的魅力 记者蔡小军 采访报道 基隆一信合作社创世超过了110年 比中华民国建国还要早 百年老殿相当难得 今年在新冠疫情威胁下 排除万难 举办了孝季篮球赛 吸引了许多队伍 共相胜举 这是桃园市大成国中 对上我们基隆正兵 国中女篮队的精彩对决 而大成国中女篮队 参加全国篮球的 遗嘱联赛冠军 实力相当的坚强 他们特别来参加 我们基隆一信碑 显示一信碑在全国篮球赛事当中 相当受到欢迎 特别而到基隆 与各队切磋球技 因为我们基隆违星 是成立在清宣筒三年 那清宣筒三年是西院的1911年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 我们是过逐岁的话 是110周年 所以今年就是我们的 110周年的社庆 那我们在100年的时候 我们也办过 很大规模的高中 甲级的HBL的篮球赛 那这一次呢 刚好疫情的关系 一直在挣扎 最后呢 在这学校还有我们教育处处长的大力的 全力支持之下呢 我们得以顺利的来举办这个球赛 这个基隆一信碑兰球赛传统 除了要提升球技之外 还要推动生活礼貌 对于同学们有潜移默化的功能 让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呢 一信碑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希望非常重视我们学生的素食和素养 所以每次活动拌完以后 整个场地都是非常清洁干净 不会让学校或者是我们租界的场地 有任何的一个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参加的所有的选手 一样抵持这样的精神 让我们的一信碑有序发展 大概是一个礼貌嘛 就是运动精神 就是比赛完了 谢谢裁判 因为裁判很辛苦 那谢谢对方教练 因为对方教练带球队来跟你比赛 那还有就是基督徒要帮你做那些事情 百年老店的基隆一信合作社 举办篮球赛 除了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提倡正当的运动风气 也让同学们从小潜移默化 重视礼貌提高素质 可以说是一举数得 记者黄日生采访报道 有一只可爱的猫头鹰 飞进中正国中的某班教室 还安静地站在电视架上 陪学生们上了一整天的课 这班顿时爆红 许多学生都特地来欣赏 校方也趁机来趟生态教育课程 教室内的角落上出现了教课 蓬松的羽毛 低着头打起瞌睡 旁边贴满奖状的荣誉榜 难道是霍格华兹来送信吗 你有看过哈利波特的吗 有啊他可能 但是他没有带信过来 有点可惜 为什么说很开心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来上学 可以去霍格华兹 对啊因为我跟他坐很近 跟他坐很近 好像音量都要保持很低 对啊怕吓到他 怎么说 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音量都很小声 然后同学讲话音量很小声 怕他飞走 原来教室的电视架上 在周二上午一只灵脚梢 飞进了中正国中802班 一整天下来陪着孩子上课 老师趁机会做生态教育 这包含在国文课本 刚好有配合第六课 梁石秋的鸟 才有看到这些鸟情 那这一次是可以 这么近距离 真的就是 就是可以看到他的四肢啊 翅膀 其实是令人非常欣喜的 又欣喜又惊奇 然后其实我本人是哈利波特粉丝 所以那时候第一次听到 有猫头鹰来我们教室 那肯定带了我的霍格华兹入学信 那这些小朋友就说 哇这么可爱这么有趣 虽然教室旁边有几棵树 但学生说 从来不见鸟类来这里驻足 更别说是出现在教室里 虽然后来离开了 学生们有点难过 但也祝福他回到大自然 趁这个机会 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生态教育 我们生物老师 也利用这个机会 跟学生解说 有关于这个 灵脚销的一些 生活习惯跟特性 那小孩子也更了解了 那加上近距离的观赏 而且这个灵脚销有博士鸟之称 我想断考快到了 这只鸟也带来 给学生祝福 希望他们好好读书 灵脚销属于都市类的猫头鹰 二级保育类动物 活动范围靠近人类 这次出现在教室里 待着不离开 是非常难得的景象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在议会上质疑 这个疫情趋缓后 公车班次全面恢复的说法 是一场骗局 因为有太多民众反映 这个公车班次明显减少 公车处长陈欣皮指出 可能是因为司机排休 排几道班次 调度会来审视这一个情况 基隆捷运问题 炒了十几二十年 还没有结果 基隆市公车和国道客运的 班次多寡 对市民来说 反而是最实际 也是最重要的事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就质疑 疫情趋缓之后 公车处表示 全市公车班次 已经全面恢复的说法 是一场骗局吗 因为有太多民众反映 公车班次明显减少 不只是中山区 应该是全市性的问题 根本就还没恢复啊 我还不只看了我们中山区 我也看了其他的路线来讲 比如说中山高中线 之前是每天大概间隔 比如说12到15分钟一班 你现在的拉长的距离 大概可能是20到25分钟一班 这样子你的班次 恢复是指说 原本一个司机 一天可能可以跑六趟 那你现在还是让他跑回六趟 可是因为现在的司机人数不足 所以你把你的间隔的时间拉长 但司机的班次是恢复一样的 但对我们基隆市民来讲 我们不在乎司机一天可以跑多少班次 这我们不懂 我们要的是我们的交通的便利性 我们要的是我们的间隔的时间 可以恢复跟疫情一样 这不是跟我在玩文字游戏耶 你跟我玩文字游戏不重要 但你让我们基隆市民的交通权益 是受损的啊 我们服务处依旧 还是有一直有人打电话来 再问这部分 对于议员的质疑 公车处长陈欣平指出 以中山区某条路线来说 可能是因为公车司机排修 排挤到班次调度 公车处会来审视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公车司机 他本身他有一些年假 这是特休假 有一些因为我们没有强制规定 他一定要排修 所以有一些司机他会放到年底 放到年底来排修的话 就会排挤到一些班次的影响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有影响到整个302路线 整个一天算下来可能有一些班次 会有一些调整 那原来可能12到15分钟一班 可能会做两三分钟 比如说15到18 这种类似这种间距的一个调整 那当然离风时间 他还是会稍微拉长一点 因为离风时间的那个乘客会比较少一点 那有关班次这个问题 我们会加强来审视 那这个部分跟张秉座来做一个报告 不过张秉均强调 根据他的了解和调查 是因为公车司机退休不少人 缺额并没有补齐 才会有减班的问题 而除了试工车之外 像是国光客运 在疫情趋缓后 也没有恢复原有的班次 影响到通勤市民朋友的权益 要求市政府交通处 也要关心这个情况 会发现到最近很多市民 是对我们的这些大众运输工具的交通的时间 其实是相当大的反弹 所以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说由交通处你这边来去主折 然后来去跟我们国光客运 这边来去做一个协调 你一定要恢复成像疫情前的原有的班次 然后至少不要再让这些我们基隆市民 要前往台北或者是其他县市的时候 往往在我们的后车艇那边 浪费时间在那边等 因为这部分其实如果你要是有在关心的话 很多市民一直都有在讨论到这部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我想要月入百万赚大钱 我想要住豪宅开银车 我想要天天杀银银排包 断断吃高级热力 来 现在签下去 你就是人生赢家啦 醒醒吧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应征供测试 要确认证实性 以免求职不成反受害 新楼市政府关心您 没问题 我现在立刻发音没有给你 科技带来便利 缴纳地价税 看我一直搞定 现在只要使用行动支付业者的APP 找到税单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完成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也能让你轻松缴纳 线上缴纳一直通 在家搞定 真轻松 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 真的很不容易 守护重要的家人 让我们助您一臂之力 基隆市政府协助就业弱势租群 提供各种协助 各区理办公处 也定期举办真材活动 帮您找到合适的工作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对于接种两剂高端疫苗的民众 可能得再补打其他疫苗 才能出国这件事 基隆市议员庄龙青就怒批了 中央防疫的作为 只有一个乱字可言 他各引日韩等邻近国家 准备施打第三剂 甚至预购好明年上亿剂疫苗为例 质疑中央的超前部署在哪里 另外对于外送员权力维护的部分 庄龙青也要求基隆市政府 比照六都制定自治管理条例 在下会其送市议会来审议 根据基隆市卫生局方面的统计 基隆市民施打高端疫苗 第一剂有8000多位 完成第二剂也有6000多位 不过这些民众 如果要到美日等国家 可能得补打其他疫苗 对此基隆市议员庄龙青 直批中央防疫作为乱 他更以美日等国 已经准备施打第三剂 日韩等更以购置上亿剂疫苗 准备明年施打 质问中央的超前部署在哪里 我们宁静的国家 都已经要朝第三剂了 我想我们还是 也要朝这个方向来进行 那疫苗采购 明年疫苗采购 人家都买那么多 那我们呢 所以说为了保护我们 这个台湾民众的这种免疫确诊 别的国家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包括美国 都已经要打第三剂了 我们应该还是要建议 中央 对于整个第三剂的部分 还是要赶快 我们中央时常在宣传 超前部署 有政府会做事情 安心 那你这样子都做 怎么让民众来安心 另外对于越来越多人 投入外送员行列 却没有一套法律 保障他们的权利 专农青也要求金融市政府 比召六都 在下个会期 制定管理自治条例 我们如果说订定了以后 保障他们的工作权益 甚至有劳保 有健保 甚至提拨6%的这个退休金 我想这个都应该要去做 那劳动部 我想中央每次脚步都非常慢 外送员到目前为止 已经好多年了 照理讲 他早就应该订定 这些全国一致的这些条例 来保障这些外送员 那每次 一直发生了 这重事 那没有 就忘记 所以在这边 是不是我们 还是要 我本期还是要要求 金融市政府 希望说在下次会 能够提供 这个外送平台的 这些管理自治条例 送到板会来 对于金融捷运议题 专农青以前交通部长 贺成蛋的说法认为 应该双轨并行 一方面推动金融捷运 一方面大幅改造台铁 对此金融市长牛昌认为 利益良善 但是台铁问题 不在硬体 我想这个利益良善 不过台铁的问题 不在于硬体 台铁的问题 在整个组织 文化 还有包括 它整个的一个 这个 企业的一个运行 的这些问题 那所以 其实大规模升旗的 这个想法 其实也讲过很久 一二十年了 但始终做不到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在带人来看 金融市青壮年 十八到六十四岁之间 还有一到两成的人口 尚未注射第一剂的疫苗 市议员张之豪 就要求卫生局 要为青壮年 这一群疫苗孤儿 在夜间和周末施打第一剂 全国疫苗预约 已经达到第四五轮 但金融市议员张之豪 替民众发声 金融市十八岁以上青壮年 约有一成到两成 尚未注射第一剂 成了疫苗孤儿 那现在 相对来说 我相信我们的疫苗 应该都算 还算是蛮充足的 尤其是最近 还有新购来 新进来一批这个AZ 所以就是 而且这个AZ 还有时效性 就是月底以前 希望能够尽快的注射 那所以我在这边 希望说我们卫生局 能够针对我们这个青壮年的人口 就是在周末的时间 在晚上的时间 在大家比较 在回来基隆的时候 比较有空的时间 那能够为这样子的 这个青壮年的 还没有注射第一剂的人口 设置这个特别的 这个注射的计划 而且也是 能够简讯通知他们 能够用其他的方式 能够让他们尽速地知道说 赶紧来注射 事实上最近的预约平台的预约 事实上来打的人 大概我们大概就有60%而已 就是我们设的预约量 两万个 例如两万预约量 真正来打到那个 一万二 那因为 这一群年龄层 很多是在上班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在后面 我们规划 那因为预约平台 很多是晚上 我们怕那个不注尾量 我们可能在假日的时候 会再设站 来做一个施打 各县市拼疫苗覆盖率 在疫苗充足情况之下 张志豪要求卫生局 针对青壮年 提出了注射计划 让疫苗的覆盖率补起来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道 陆维2021金曲奖 最佳演唱组合奖之一的 吴迪 基隆孩子 陪德毕业后 坚持梦想 如今回校分享了 一路来的创作历程 鼓励学弟妹们 一定要有斜杠的精神 不要放弃梦想 今年陆维金曲奖的 吴迪学长 回到母校分享心路历程 从看见制作音乐人 是那么快乐的那一刻起 他就知道自己要走的路 音乐创作难吗 其实不难 搬出吃粪的家伙 吴迪学长邀请愿意尝试的学弟妹 现场制作一段属于自己的音乐 要找到这一个loop之后 然后敲 敲出鼓出来 然后填上你的词跟曲 它就会是你的作品 YouTube有很多影片 你可以听到你喜欢听的东西 不用 不会被别人阻挡掉 所以我就希望现在 就是高中生 就是 如果要玩表演艺术的话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 去网路上学习 不一定要找老师 除非说你真的很缺乏动力的话 就是还是要找老师 不管是Luffy R&B Trap 各式曲风的音乐 都可以搭上手指鼓 专属于你创作的音乐 就产生了 最容易让你有成就感的方式来做歌 因为你如果开头进去 你真的非常兴奋 想要玩这个乐器 那会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校方安排不同领域的课程 让孩子们多方尝试 也因为人数少 几乎可以进行一对一的教学 在不放弃梦想的情况下 孩子们努力学习 目前与幕后的工作 期待能在自己喜欢的表演艺术领域中 展现自我 发挥正能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